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要來玩這款遊戲 要做海洋傳說Ocean Saga 那我們今天的話,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最強的T0手抽角色 還有這個遊戲開局可以用的禮報序號福利喔 好,那麼首先的話,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可以用的禮報序號 好,那麼要兌換呢,我們就先點左上角的人物頭像 然後接著再點選第三個這個兌換 好,那麼這邊的話可以輸這個OP3個6 OP3個6,然後可以按左下方的確認 這邊的話可以拿到三張的這個抽獎券 好,接下來的話下一個是我們這個OP3個7 OP3個7 好,這裡的話也是可以拿到三張的抽獎券 好,接下來的話是OP3個8 OP3個8 好,然後這邊的話也是有抽獎券 好,然後下一個的話是這個FREE 然後5 STAR 就是FREE 然後5STAR 然後一樣按確認 這裡的話可以拿到非常多的鑽石 還有這個20、200K的傳源經驗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把後面這個 再來呈SSR 就是FREE SSR 然後一樣可以按這個確認 可以拿到這個200K的背禮 再加額外一個300個鑽石 然後下面一個呢是ONE 然後PIECE 然後後面加上數字1 ONE PIECE 數字1 這個的話可以直接拿到三張的高級抽獎券喔 好,那麼分享完這個遊戲的你幫我序號呢 也來跟大家推薦一下這個遊戲的最常聽角色喔 好,那麼可以來到抽卡這邊 然後這裡的話就可以看到我們目前可以入手的這一個最強角色喔 好,那首先呢最推薦培養的輸出神角的話就是我們的這個索隆喔 我們索隆呢可以先來看一下他本身的這個必殺技能 三千世界 可以直接對敵方這個血量最低的單位造成攻擊力399%的傷害喔 而且這個還是沒有提升上去的這個%數喔 並且有無數%的概率 降低目標的這個防禦 而且還可以無視目標的護盾喔 這個高傷害的技能就可以非常強大的處理到這個敵方的採血角色喔 要知道我們這種回合式遊戲 那能夠盡量讓對方減圓是會更好的啦 而且的話隨著他的星數提升 他這個降低防禦的概率還有這個傷害 都會提高到這個500多%喔 所以說這個傷害是相當恐怖啊 那接下來也是要看一下他的本身的被動技能喔 那本身被動技能可以讓他本身的這個輸出 變得更加恐怖啊 那這邊的話第一個 綠色他也可以直接啟動這個強化普攻喔 可以一樣攻擊這個敵方血量最低的單位喔 而且還可以降低敵方這個速度啊 那他沒有辦法出手 然後所以他的這個階級數 越來越高的話他可以增加自身的速度啊 還可以攻擊時降低目標的這個行動條 還可以提高非常高的這個攻擊 還有爆擊機率喔 那最後就是他最強的這一個被動技能喔 擊殺敵的話就可以直接再次行動 而且可以恢復自身攻擊力125%的生命值喔 所以說讓我們這個索隆直接刷起來的話 可以直接連砍對面好幾刀喔 所以說手推的話可以推薦 配合一下我們這個索隆角色喔 本身的傷害輸出啊還有這個降防能力 還有連攻以及這個debuff效果都是相當可怕的 可以對敵方造成這個強大的威脅 好那我們介紹完這個輸出角色的話 也來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神奶喔 就是我們的這個喬巴喔 他跟剛剛馬可比較不一樣 他是直接恢復我方全體的生命值 並且可以提高全體20%的這個行動條 讓我們更快的這個出手啊 然後他本身普通攻擊也可以造成傷害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一些驅散 怒氣攻擊的話一樣是可以繼續恢復我方全體血量喔 每回合都可以再次恢復起來 然後一樣呢可以降低敵方單鐵這個怒氣 降低三手 這兩隻輔助角色基本上都是可以上場喔 其他的話再搭配一些這個坦克 然後再加上一個這個輸出喔 那輸出也是蠻推薦 可以用一下我們這個捷克喔 那麼捷克厲害的地方在於他也可以對敵方陷入這個沉默狀態 而且還可以恢復自身造成傷害50%這個血量喔 而且可以看一下他的被動技能喔 升到最高紅色的時候出到攻擊時只要低於30% 直接降低敵方全體的100%怒氣喔 讓敵方這個沒有辦法釋放這個怒氣技能啊 這個角色的強度就會差的非常多喔 然後最後呢來推薦一下這個遊戲的神坦 那就是我的這個球獅喔 那麼球獅強的地方主要是他有這個冰霜衝擊喔 有非常高的概率可以讓敵方這個陷入冰凍狀態還可以順便 提高後方全體30%的這個防禦喔 那這邊的話也是有他的冰凍技能 而且本身呢可以免疫非常多的控制還可以提高 大概能這個免傷生命還有減傷效果 本身的坦度也是相當的高喔 好那以上的介紹這五隻角色的話大家可以 稍微參考一下基本上這上面的角色都非常強啊 要抽到的話也可以看到這邊掉落機率是只有1.5%喔 基本上有抽到的話強度都是不會差的喔 然後右方的話這邊還有一些公告 只要累積到一定的這個抽法次數 就可以直接點到我們這個索隆啦 所以說要前期把它培養上去是蠻簡單的喔 然後後面的話這邊是一個這個招募傳源 那這邊的話一樣是累積到一定的這個數量 你可以直接拿到我們的納梅喔 納梅本身的話也是一個非常強力的控制角色啊 可以造成這個麻痺狀態可以降低目標30%的精準率喔 而且升到紅色之後呢沒有一個被浴血的敵人 也可以恢復幾方全體10%的這個怒氣值啊 所以說這以上呢就是這個遊戲的最強T0角色陣容分享 然後接下來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開服服力喔 在左方的話我們這邊的話綁定郵箱 這邊的話就可以直接透過郵箱然後送我們的這個禮包碼喔 直接綁定就可以直接領到三張的這個高級抽獎券 然後接下來這邊還有福利介面喔 我們這邊的話只要每天登錄也可以拿到非常多的鑽石經驗 以及我們這個錢幣 晚餐呢也可以領到非常多的這個肉喔 可以拿去打一下主線啦 然後比較偏向免費的話就是我們的累積登錄 這邊的話就可以直接領到我們這個S加和稿客喔 然後再來的話是我們的新手教學 這邊的話是只要完成一下這邊的任務 就可以拿到下放這些福利喔 可以直接拿到這個心靈龜屬造型啦 可以加5%的這個攻擊力喔 其他的話這邊也是有非常多的這個高級抽獎券 然後等級到30的話也可以直接拿到我們的 新世界喬巴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非常強硬的奶媽神角 然後其他的話比較多都是需要儲值喔 像是我們這個英雄之路啊 不過我們這個風之路的話是 無刻就可以直接拿到我們的納免 就是只要抽到一定次數的這個抽獎券 右方的話這些比較高貴的豪華禮包 也是需要去購買的 然後這邊的話有這個艾絲 然後我們這個星之路羅 然後這邊還有劍道之路 只要升星到一定的星級就可以直接兌換啦 然後這個櫻花之路 然後這邊儲值 需要儲值的東西也是還蠻多的 大家可以稍微看看就好 好那最後我們就拿這個 拿到的招募券來實際湊一下 看看這個遊戲的機率是多少 好這個索隆碎片 這個卷來還會招募到這個碎片 就是兩個碎片喔 不過招募到這個碎片之外 還可以拿到這個幣 有幣的話也是可以直接兌換 所以說也是算是對保底的一個機制 好那這邊的話也可以直接招募個石頭 我們先買一下這個招募券 來看一下這個抽獎的機率 不知道會不會就是穩定保底 中了一個這個猛卡 不過是R卡 然後其他的話都是偏碎片 這個機率感覺還蠻 好像還挺喔 有中了一個這個大雄 感覺是蠻坦的這隻角色 好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個 海洋傳說Ocean Saga的禮貌 需要分享 以及最強的T10手抽角色陣容推進介紹 還有新手的完美開局福利分享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喔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拜拜